- 《十大論壇》 - 《十大論壇》 - 《十大論壇》 接下來我們跟各位網友聊一下 我們剛好 本來我想介紹一下我們最近比較熱門的主題 不過因為剛好這是一個一年的開始 那我們聚才小記者呢 有在網路上整理出這個2010年 也就是現在節目看到的 去年的這個十大論壇的這個主題 十大主題 這怎麼整理來的呢 我們是依據這個收藏的這個數量 閱讀的人士 購買文章的人士 這些種種做加種之後排列出來了 當然我們去掉了一些 純轉貼的文章 原則上這邊都是原創的這些文章 來收集這個十大主題 我們簡單看一下 比如說第一篇是此篇是值得學習 羅威 此篇是值得學習 然後呢 我們看過來 這個就是他的內容 那最好笑的是他說 羅威大哥是說網友轉給他的 說這很值得學習 結果羅威大哥一看 為什麼他敢打原創 因為根本就是他寫的嘛 然後人家幫他做整理的 所以非常有趣 有一千多個人購買 得了930分 那第二個是阿斯批林的文章 第三個是這個費加洛 那這有可能是去年年初 有可能去去年年中 但是當時都討論得非常的熱烈 然後第四名是施令的神奇指標 第五名呢 是這個 LCY9547 如何讓自己成為贏家 第六名呢 是如何判斷漲的趨勢結束 那這前十名呢 我想如果去年在我們 一直在我們劇場上 換活動的朋友 那去年沒有注意到這篇文章 我們整理出來 你可以回去看看 因為裡面都寫得相當好 而且討論啊 種種都非常的反應熱烈 那在此介紹給大家 各位也可以從這個我們這個 這個節目的下面的一些文字說明 裡面會有連結 可以直接連結到這一篇文章 那再來呢 節目再來就是說 我要上禮拜已經跟各位網友說 我們招財聚寶 這個我的這個時間呢 就是這個有問必答 有問必答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上禮拜網友問了些什麼 冠軍熊喔 他就是說 不知道問什麼 那我就不用打了 司令呢 司令操盤手 司令大哥是說 這個他曾經說 有人跟他說 要害一個人 就去叫他辦出版社 那聚才辦得有聲有色 我們成功的秘訣在哪裡 那我想這個聚才會弄這個出版呢 可能各位 有些人可能知道 那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那其實我們當初只是希望說 把網路的一些好的內容呢 可以留存下來 留存下來 不要過了就消失 那所以我們就很努力 再做一個出版的動作 那其實也沒有為了要獲利 為了要賺錢 或者是怎樣 我們單單真的就只是為了這個樣子 然後最早期呢 又怕書賣不好 因為我們沒有經驗 所以我們在 在書後面附了一張點數貼紙 希望說買書的 還可以得到我們的聚才點數 那所以就是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做很多事情 你可能 不需要去強求些什麼 但是努力去做 最後就會做到一個還不錯 我不敢說聚才網的出版式是多成功 但是不至於太差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持續秉持這樣的心 為網友把一些好的東西保存下來 然後我們推出 當然我們可以常聽到說很多網友 讀者會告訴我們說 那本書沒什麼 那本書沒什麼內容 但是其實 這種操作方式 或者是一些知識 其實每個人吸收 或者每個人習慣 性格不一樣 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那也許你覺得沒什麼的內容 其他人覺得收益匪淺 可能因為裡面的一些文字 一些觀念 帶給他很大的一個啟發 當然這是每個人不一樣的看法 我也接受很多朋友跟我們說 我們的書很爛啊 種種 但是還是很多人支持我們 那其實比較默默支持的比較隱性 那很多人也真的很感謝我們 因為市面上很多的書 很多的一些課程 種種的 他們其實背後都有 希望你再加入一些更大的一些 大概知道我在講什麼 不是你表面上看到的那樣子 那其實劇裁做的事情 我們賣書就是賣書 我們的講座就真的是講座 並沒有說有其他更大的目的 所以呢 我想我們可以吸引的 這個大家能夠支持我們出版 最大的用意就是 我再強調一次 就是說我們認真去做 但我們沒有強求 一定要達到什麼樣的境界 那把事情做好 我想這是成功的一個秘訣 包括劇裁網本身也是這個樣子 好 那接下來呢 這是什麼 這個叫我紅色綠色的內褲交換穿 那今天拆的內褲是合作為參考 然後 所以這要網友發問嘛 發問問我 然後我再告訴你 我是穿什麼顏色的啊 所以這我就沒有什麼好回答的啊 我回答了 也不見得是真的啊 你又沒有叫我給你看 所以我就不用回答這個事情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呢 這個是 這一位 SYH22的這位網友呢 是說這個 希望我們安排固定班底的分析師 讓網友能夠看老師的節目 加入老師的專欄 然後有折訊這樣子 那這不就是 投顧在做的事情嗎 那 劇裁網只有一個 投顧 可能幾百家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做 跟幾百家投顧一樣的事情呢 對不對 各位網友想想看 如果你喜歡有折訊 喜歡老師 在盤中跟你分析 其實就去加入專業的投顧就可以了 我不是 講投顧一定會讓你輸錢或怎樣 有很多投顧啊 那 大家參加投顧的經驗 很多網路上也可以看到 很多分享 當然我知道有一些好的投顧也是很用心 然後 介紹好的股票給投資人 但是 有很多投顧 他們的目的其實是要你加入會員而已嘛 那 各位如果喜歡參加投顧 真的就去參加投顧 劇裁網這邊 其實 感覺跟那個不大一樣 我們也不需要做那樣的事情 然後再來呢 問我問到股票的東西 說WD跟M頭長的都一樣 如何判斷正確的這個機率可以提升 那我講這M頭WD 其實事後大家回去看 這個技術分析的東西 事後大家回去看都很可以清楚知道 WD跟M頭 講的頭頭是道 可是在當下確實是很難 那在一些基礎 技術分析的基礎上面都有教到 其實是看量 其實是看量 底部呢如果右肩的量比較大 通常就有可能突破頸線然後向上走 那如果是在頭部 右肩的量是比較小的 都比較容易 因為 等於是 等於是價量背離 所以它可能就會往下走 但是這個很難講 因為有時候突然來一個利多或利空 什麼種種的就有變化了 所以 我覺得 我給投資人一個想法 就是我覺得 底部呢 底部通常是利空打出來的 頭部通常是利多 所建立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在頭部M頭出現的時候 看起來像M頭 利多還不斷的出現 可是沒有辦法再向上突破 它就有很可能形成是一個M頭 當然事情沒有絕對 我們只是說這個機率是比較大 如果是在底部看起來有點像W底 可是呢 當時呢 是利空平傳 它就真的有可能是W底 可是如果你看到W底 可是呢政府又不斷放利多 那它成為W底的機率 就比當時不斷是利空來的小 這只是機率的問題 那我想給大家參考一下 看看當時的狀況去判斷 那再來可愛的小明是說 這個 聊天室裡面有正貝財嗎 當然 簡稱正財 我也知道 另外 這個是他們自己的聊天室 跟我這個招臺聚寶聊天室 是無關的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ALENEYEN98 他問我說 要問什麼要知道我的專業背景 那我沒什麼專業背景啊 專業背景就是 這個我們聚財網呢 這個慢慢的成立以來 這個已經大概十年時間 那其實接觸的 相關的財經的人士可能比較多 然後聽到的看到的都比較多 所以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看法 沒有什麼特別的專業 然後再來呢 兩週會不會太久 不會 因為我們節目就是兩週嘛 所以 這個就是這樣子 兩週才回答 是拿發問的文章當週刊的素材嗎 雙週刊當素材嗎 這樣有點像強迫推銷雙週刊 那 其實節目兩週或一週 這個都是一個頻率上的問題而已 那我們介紹雙週刊的內容呢 其實是讓大家知道說 現在大家投資人可能可以去關注什麼樣子的內容 那 你可以看節目不買週刊啊 對不對 那可以啊 那我們聚財網一大堆都沒有收費的東西啊 那你也可以給大家看啊 所以這沒有什麼強不強迫的 尤其最近這個支付性行銷討論的非常熱烈 還有人被關台對不對 還有政府不能支付性行銷 那我們自己的節目講一下雙週刊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實沒有什麼不可以啦 然後呢 這個是說 辦公室女孩說 九把刀在台南演講脫褲子 要我在節目裡面也脫褲子 這個 這個我想了一回啦 我給各位答案就是 如果台南女中找我去演講 我也會脫褲子 好不好 台南女中的人注意一下 但是我看大家可能沒什麼興趣啊 對九把刀比較有興趣 然後呢 這個再來呢 SWATER1800是說這個 這個什麼 一個頭大的 在這個 這個 風評很差 那我大概知道他在講哪一位網友 就是專欄的 有一個投資的那一位 那如果你因為他而不買我們的雜誌 那其實 沒有關係啊 因為 因為可能 可能你真的是不喜歡這一位 這一位作家 但可能別人喜歡啊 你不能因為自己的想法 而 而認為說全部的人都跟你一樣 那如果說 你不喜歡他 但是我們其他雜誌還有很多其他的內容 其實真的 真的很用心啊 然後也 其實也 真的很便宜的一個 一個價格 那如果說 你喜歡其他人 其實也可以訂購我們周刊 那他那一篇跳過去就可以了 那 當然我還是強調 你不喜歡有別人喜歡啊 這個 這個世界上本來就是一個多元的聲音嘛 大家都可以 都可以接受所有的事情 好 那再來呢 這個 Candy Bubu 這個 說這個巴俠是哪巴俠 其實就是我們雙周刊專欄的這些作家 好 那接下來的問題是 這個 呃 有一個Q O-O-H-H-L-T 他給我的一些建議啦 那其實我有看 那也謝謝他給我建議 不過我 我另外 提到就是說如果寫別人的名字 吼 故意打錯 其實挺不禮貌的 那我也希望他可以注意一下 那我也謝謝他給我的一些 在節目上裡面的建議 不過我可以 解釋一下就是說 我們不是記者媒體主播出身的 所以會有一些缺點 那如果各位網友看到我們有什麼表現不好的地方 希望我們能夠改進 真的 我也希望各位給我們這樣的內容不錯 可是 名字不要刻意打錯 這樣真的也還蠻不禮貌的 好 那我現在回答應該就沒有了吧 對 就沒有了 那 未來呢 各位可以在這個 GNews的這篇這個 招臺巨寶 裡面也有一個連結 可以連到這篇主題 有任何問題 還是可以持續在上面發問 那我在下一次的節目 都會為各位做回答 那麻煩大家問的 這個讓我回答可以比較明確 什麼脫褲子啊 我怎麼可能在這邊脫褲子 我去台南女中脫啦 好不好 那今天節目就到此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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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